520賴清德的就職大典 我們看到了 可能在野黨出席的興趣缺缺 至少我看到國民黨方面是這樣 我們看到先來講一下 賴清德的就職演說 到底會講什麼 我們猜了好幾個月 據說是會講國家團結 著重在國家團結 還有對大陸釋出善意 我們剛剛講了好多 就是你用的人 你可能會對岸有什麼樣的 意向會釋放出來 它就是說會釋放出善意 而另外我剛剛講到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說 我們缺席 因為禮拜一 我們要開會 民進黨說 你們怎麼可以缺席 應該要來 要來見證我們台灣的民主 我們先來看看六都的市長 只有台中 盧秀燕 還有台南的黃偉哲 現在確定會出席 520就職典禮 其他四都 看起來有三都不去 還有一都叫做 張善政的桃園 他還在考慮 最後才會決定要不要出席 朱立倫 國民黨的主席說 我們還沒有收到邀請函 可是總統府發言人講說 我確認了 我確認過了 已經送到了 我們來看看報導 準總統賴慶德 520就職典禮在即 一度傳出藍營人士都不去 上任台北上 蔣萬安也確定缺席 不過台中市長盧秀燕 會北上參與 台中市府說 總統就職乃國之大典 行程允許可共襄盛舉 當天是台中市議會總質詢 市長盧秀燕已贈得 當天上午總質詢議員同意 將請假前往參加 但先前國民黨立委才決議 侯友宜 蔣萬安也都以市政繁忙 唯由不去 我那天確實都已經安排了市政行程 但我想大家都祝福我們新政府 即將上任 能夠積極的回憶民意 張三政市長收到就職典禮的邀請 目前我們正在進行相關的協調 至於其他藍營縣市長 還有行程考量 只是盧秀燕被視為代表藍營 拼2028呼聲高人選 即便和中央也有攻防 但仍保持一定互動 這週也才和行政院副院長 鄭文燦一起吃火鍋 難道這時候就有聊過 盧秀燕市長是一個非常理性認真 而且有政績也受到肯定的市長 促銷台中式的美食文化 並沒有談到520就職 是否出席的問題 鄭文燦前一天才說 參加總統就職大典是民主展現 盧秀燕作為首位確定出席的 藍營縣市長 讓外界對2028有更多聯想 好傅崑崎我們看到國民黨的立院黨團總召說 你跟我名字寫錯了 他就把這個邀請安拿出來給大家看 大家來看一下 傅總召崑崎崑崑給人家寫錯了 那外界記者就問他說 是不是因為把你名字寫錯 所以你不去你再生氣 他說沒有啦 不出席跟錯字無關 我們立法院要開會 侯孟凱也講說 520當天是禮拜一 我們立法委員就是開會為主 所以都不去 我們看到吳思瑤 他就在酸 他說你們國民黨 北京太平島都去了 為什麼不來出席 賴清德就職 鄭文燦說 尊重每個人的衡量 當然這是自由的 每個人都是自由的 另外我們看到包括台北市 我們的首都市市長 蔣萬安也不去 是為什麼 這個宏廷你知道嗎 為什麼蔣萬安不去 我覺得大家的考量我都尊重 只是我們提到就是說 坦白講你務實的來看 就是要包括剛才吳思瑤 提到就是說什麼 如果你北京這些 這當然是一個政治語言 可是你可以想到 對這些立法委員來講 去北京他們認為 他們要爭取所謂的這些 更多上面的觀光的 經濟的這樣的一個空間 去太平島 他認為在彰顯這所謂的主權 520出席賴清德的 這個就職的目的到底會是什麼 我自己個人打個問號 所以回過頭來 就是一樣的概念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 賴清德在這一場 520的這個就職裡面 他展現出來 大家認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 他的就職演說 在這個就職演說前面 其他人全部都是配角 都不是那麼的重要 而他的就職演說 大概會走哪一個方向 大部分大家也認為就是說 不託所謂的中美的共識 基本上仍然在兩岸的關係裡面 他會在這個共同的安全圍理裡面 我比較重視的反而是 我們剛才一直在討論的幾個問題 比如說剛剛教授講得非常好 針對一個人的人事任用 其實他是有他的因果 跟他的過去的這些目的性的 所以比如說我們剛才在講 缺電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最近大家都在關心一個規模 跟一個國家差不多大的公司 叫台積電 台積電的三個獨立董事 最近新的 第一個是林權 林權就是因為說 未來我肯多要跟政府溝通的這個部分 所以非常的重要 第二個他用誰 他用博恩斯 博恩斯是美國供應鏈任性的 這個諮詢委員會的主席 所以台積電擔心 他未來在美國的這個供應鏈諮詢裡面 會出什麼問題 所以他把博恩斯找來 去做獨立董事 最後一個最重要 最後一個叫艾爾森漢斯 艾爾森漢斯 他其實過去是在所謂的 這個石油公司工作 他也在殼牌當過 他也在阿拉伯石油公司工作過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台積電認為說 他會面臨到能源上面的危機 所以你看台積電在用他的獨立董事 其實獨立董事的概念 其實跟諮詢委員很類似 他在用他的獨立董事的時候 他很明顯的告訴你 就是說我未來的三個最重要的事情 我就用在這上面 一個是跟政府的溝通 一個是美國的供應鏈 一個是能源問題 賴清德 我也希望你在你的整個 什麼520的就職演說裡面 你很清楚的 除了把兩岸關係講清楚以外 你也把台灣目前 大家所認為最衝突的東西 你可以講得很清楚 能源我要怎麼處理 這些部分我要怎麼做 缺電的部分我要怎麼樣做安排 然後整個兩岸關係裡面 包括我這些新的人士 你們有質疑的 我一個一個告訴你說 我為什麼用他 如果你能夠這樣講 這個520就是一個完美 其實坦白講 在野黨出席不出席都不重要 出席了 大家幫你拍拍手 因為你把該講的事情講清楚 你把我們心目中的 這些疑問都講了 如果說你連這些都沒有講 然後都在講這些 所謂的空泛的話 因為我們常常在講 聽其言 觀其行 或者說你講話講得很漂亮 但做事都跟這個講話 都完全方向不一樣 坦白講誰去跟誰不去 又有何重要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還是認為就是說 520對賴清德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的契機 你能不能夠正視 我們目前所遇到的問題 我們夾在美中中間 我們的能源 我們的缺電 這些問題 你能不能夠在你的就職員說 裡面講清楚 遠比誰能夠出席 這些問題重要得多 是 委員 我個人覺得像吳思瑤 酸這個藍營 是沒有道理的 他說太平島 或者是說去北京都去了 不要忘記這兩個行程 都跟我們在立法院 完全無損立法院形式的運作 因為你去北京 也是利用表決完之後過去 所以禮拜天回來 禮拜每個人都看到 大家都出現在委員會 你說去太平島 也是利用禮拜六禮拜天過去 完全跟委員會完全無關 所以有什麼好特別來這邊縮嘴的 我今天個人覺得 如果今天是國慶大典的話 那是中華民國的生日 我覺得你要不要去 應該會引發大家比較多的一個討論 至於總統就職 我說實在 又是在禮拜一 所以當然每個人都會是尊重 但是國民黨當然有 他們自己的一些的想法 那秀燕他可能也覺得說 六度當中去了參加這個部分 展現出未來可能需要總統 或是中央能夠給這個地方 讓政府更多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協助 這也是他的一個思維 那藍營的立委不去的話 就很清楚告訴你 禮拜一就是要 就是要一如我們不會耽誤我們的行程 我們禮拜一要開會 而且我們是一個監督的單位 對不起 我們是未來要 監督你行政單位的這樣的一個機構 我沒有去 沒有去 就等著你 我也可以看到網路來看看你 總統大學或什麼 然後晚上在掃康來批評你一下 我也沒有去那個地方 歡迎來 其實也不是那麼大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覺得都是尊重 然後即使要不要去 也都不用透過不同的管道 然後一定要去跟中共 或是跟什麼防向不平 然後反而讓人家覺得 在這一場的總統就是大點 因為你的發言 實際上太多太多政治的色彩 這才不是一個民主的厚度 該呈現的 是 盧秀燕他一開始就說 他會跟議會請假 因為是總質詢時間 他會跟議會請假 然後去台北來台北 來看參與520的就職典役 那也有人說 盧秀燕是要來提前實行 未來他可能要進去總統府 那柯坯咧 我想知道白營 就是民眾黨會去嗎 柯文哲會去 他好像在受到邀請之後 他就有表示他要去參加 通常他去參加520 他都會看一下現場的狀況 然後回來跟我們分享 什麼部會的人大概坐在什麼地方 重點是我們的委員們 就是像剛剛志恩講的 重點是那是禮拜一 就是說立法院還是照常要運作 那天我聽國昌講 搞不好有一些新的部長 要到這個剛好安排 要來委員會做報告 這個我們是在野監督 這當然是最重要的事情 當然要留在立法院 來做監督的工作 我知道黃國昌他是有說 他是看時間 他是希望前面可以衝衝去一下 再衝回立法院 但是還是要看一下 當天委員會安排的一個狀況 我是覺得像宏廷講的 重點是 你的賴準總統 你在那一天要說什麼 我想過去八年 我先不要講到那麼前面 就講前面四年好了 蔡英文在520要發表演說之前 大家知道我們在立法院 當然不會立刻拿到 但是他大概開始講話 我們就會拿到他的逐字稿 我希望我們不要當天拿到的時候 大家都看我說沒什麼 就是了無心意你知道嗎 我希望這一次賴準總統 尤其是對於兩岸的 這樣的相關的關係 是大家非常引你期盼的 還有在能源政策上面 我覺得你不要再超過去那一份 還是要稍微做一下 還有你自己個人的一個風格 這個部分我想還是大家比較期待 老師 當老師當久了 現在老師上身 根據教育部的字典 總統幅並沒有寫錯字 沒有寫錯字 坤的一體字就是這個坤 兩個字同一個字 教育部詞典裡面確實是有 所以不論是那個山 是羽公移山在旁邊 移到那個頭上去 他都同一個字 總到他沒有寫錯字好不好 看一下 所以不要生氣了 要不要去絕對不是因為寫錯字好不好 第二個就是 盧秀一向 他都是以智慧跟柔性母親建廠 他稱為媽媽市場 媽媽市場是蔡正文幫他取的 這當時在選舉的時候定調 就定調得非常好 我以台中市為例了 我的同學現在做他的副市長 那麼台中火車站 過去極任市場 一直到胡志祥之前 到林交融之前 那個火車站前後一直不同 為什麼 他的後站有百來戶 祝福 他不願簽 盧秀一向做到了 一兩百戶 他不斷地勸說 勸到最後他們給他安置好 然後現在台中火車站的前後 可以通了 叫大智路 所以大智路 其實就很像盧秀一向的概念 他沒有若語 他就是非常像慈祥的母親一樣 有點像幫他做廣告 但事實上他確實是厲害 也就是說 他從地政的專業出身記者 然後都當委員 然後當市長 他如果當去見習 我就也不回過 請問國民黨現在還有誰 能夠比他做得更好 目前為止 新北市已經選過了 第二個 三支出過總統 台北出過總統 對不對 屏東出過總統 台南出兩位 北中南都有了 不是 北南都有了 該到台中了吧 所以我覺得 不論是從地域區的分配平均性 或者是過去的歷練 我覺得就算見習也好 我覺得都不為過 第二個就是 這種去不去 確實委員說得很好 如果大家對有心靈相通 對國家未來有共識的話 天涯若比林 都沒有共識 比林就會若天涯 所以我覺得去不去 看個人的喜歡 對 我們這有台中前副市長 這個圖群不是你 他圖群不是你 我想說你三五多歲 應該不是我 更年輕一點 我覺得那個修院市長 他的那個風格 他其實就是很講究人和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前陣子 才跟鄭文燦院長 就是一起吃火鍋 即使之前在台中的收容金事件 被中央無情的對待 我那時候也說 你們這個 我當著陳建仁質詢的面 說你有沒有看到 食安人員的眼淚 不應該是這樣子去 去讓台中這麼認真的 人員還這樣打壓他 當時其實盧市長也很生氣 幫這些人員講話 但是你看他多麼的大度 就是即使那樣被修理 今天是這個對手 他們的這個就職典禮 他特地跟這個議會請假 然後去出席 所以我想每一個政治人物 他在處理他的事情 都屬於他的政治判斷 跟相關的考量 那我們能做的就是 尊重每一個人的選擇 跟判斷 沒有說A的比較好 B的比較不好 去或不去 我想大家都是因為自己 就是做了一個通盤的考量 而做出的決定 我們都予以尊重 是好 進一箱廣告 好 我們的外交部部長 未來的國安會秘書長 吳釗燮今天在翠上面 貼出一張圖 一張照片 觀眾朋友您來看一下 有一個像是彩帶一樣 上頭寫 國安會戰神JW 然後魔法部吵架王 看起來很細虐 為什麼 因為他在立法院 跟許巧欣委員 不是吵架嗎 而且外交部 還去告了許巧欣 所以魔法部吵架王 他的這個在翠上面的 一個發言是什麼 除了照片之外 我們來看看他的文字 敘述是這樣 媒體朋友給我的封號 各位會有覺得有道理嗎 面對無理的質疑 林北一定吵到底 面對中國的威脅 林北一定奮戰到底 外交部長 這個林北是什麼 這林北是什麼 我真的是有點傻眼 因為一開始我以為是批的 真的我必須講 一開始我以為是批的 我以為有人故意亂搞 結果後來發現 不是 因為那個翠是他們 魔法 就是魔法部 我們的外交部的官方的翠 那吳釗燮是魔法部 吵架王 葉元芝說 魔法是把邦交國變不見嗎 我們來看看 外交部長吳釗燮 將在520之後 出任國安會的秘書長 不過在轉戰前夕 吳釗燮在立法院被巡 頻頻跟國民黨立委 對於槓上甚至跳針式的要求 國民黨趕快告他藐視國會 近日更在國民黨立委 許曉昕揭露我國和捷克簽訂 援助烏克蘭的蜜月之後 外交部以違反泄密罪為由 對許曉昕來提告 而吳釗燮也被外界封為 魔法部吵架王國安會 新戰神對此吳釗燮 就在社群平台帳上表示 面對無理的質疑 林北一定吵到底 面對中國的威脅 林北一定奮戰到底 用詞相當的嚴重而言 來 林北 我想當然這個Trade是 現代外交部的一個宣傳工具之一了 其中我看大部分的推文 應該都是要向國際觀眾 去傳達訊息 但這個部分 似乎是針對國內的一些網友 所以其實你去看 無論是Twitter或者Trade 只要下面是寫JW 就是部長自己署名的 所以這是他自己寫的 就JW一定是他自己看過 覺得可以的 我其實這樣說 我覺得他的精神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人家提出無理的質疑 我會跟你吵到底 如果面對中國的威脅 我會跟你奮戰到底 所以我覺得他是有點 捍衛國家主權的一種精神 就是說今天如果人家要跟你戰 我也跟你戰 中國每天跟你戰 中國每天戰 我也可以跟你戰 他如果是大學生 我覺得OK 他是我們的外交部部長 但是我覺得 因為畢竟面對兩岸的問題 中國確實還跟台灣戰 在外交公園上是每天都在戰 魔法部是 這樣對外交部 對國際形象好 要吵架可以 重點是要贏 我覺得是有贏 外交上也要贏 來 委員先 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今天吳釗縣還是 是我們外交部部長 未來還是國安會的秘書長 請問有哪一個國家 他的外交部部長 跟國安會秘書長等級的 會用這樣子的言語 然後在這個社交媒體上 大肆的宣傳 你這樣真的是有在維護 我們中華民國的尊嚴嗎 就是如果其他的友邦 相關的這些外交人士 看到這樣子 真的會覺得你很讚嗎 有人會把外交部部長 外交部部長不是去跟人家 吵架的好嗎 至少你現在此時此刻 還是一個外交部部長 外交部部長 你是要去跟人家建立關係 而且你要用一個更優雅的形態 而不是像你這樣子 就是入幕 然後就是很 就是跟一個國會議員 這樣槓起來 他都覺得自己這樣子 很得意 而且他還要把這個得意 披掛成這樣子 然後在社交媒體上 大肆的宣傳 這真的得體嗎 我真的覺得 我們的文官體制 到底要淪上到什麼程度 如果這樣子 還要得到掌聲跟讚賞的話 我真的覺得 在民進黨執政底下 我們的文官體制 真的是被践踏到底了 我覺得超丟臉的 非常丟臉 而且他 我剛開始真的以為 以為他真的是被批上去的 然後剛聽了 就覺得說是他自己的 而且 不過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他是在問翠友 翠友說 脫實在民進黨的同溫層 非常非常厚 他大概8% 現在目前為止 40%是在罵黃國昌 50%是在罵徐曉青 10%是在罵柯P 好不好 那目前為止 如果是你面對 這樣一個同溫層的話 吳釗燮在那邊取暖 而且他目前為止來說 我覺得他是有點內在裡面 應該是在外在 受到蠻多的挫敗吧 為什麼 因為國安會的秘書長 他也不是沒當過 他只是重做豐富 對他來說實之無畏 棄之可惜 然後在國會當中 他跟徐曉青的這樣對罵 又呈現出戰狼的一個方式 這大概是他目前獲得 聲量最高的方法 所以在我靈之前 臨別做這樣的 最後的一個動作 希望能夠在翠友他身上 能夠留下 一抹的痕跡 跟一抹的一個記憶 不過他就是把個人 放在國家利益之上 我贊成玉民所提到的 我們完全是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一個 過去我們認為 外交官應該有的禮儀 外交官所該遵守的 一些的節制 外交官對我們來說 你看站出來 目前來說的話 不管是各個方方面面裡面 都可以呈現出 一個人該有的風格跟格調 這種格調 我真的要問 賴準總統 你同意嗎 你同意你未來的 國安會的秘書長 是這樣的網紅化的一個形式 你同意嗎 你應該出來說清楚吧 吳釗燮自封是吵架王 而且揚揚得意 他吵架的對象是誰 年紀可能只有他一半的 徐巧鑫 徐巧鑫今天在臉書上面 寫了一篇文章 他說今天是母親節 可是我讓我的母親 非常的不快樂 我覺得很對不起他 我們來看看 戴帽子口罩現身警局 國民黨立委徐巧鑫 來報案跟騷 全因為連日風波 連自家人都沒被放過 好像也不是第一次過來了 還有其他的圖片跟照片 是在我家的這個門口所拍攝的 後來他就覺得他害到我 因為我有跟他說 絕對不可以跟別人吵架 那所以他就跟我說 對不起 但是他實在太痛苦了 快樂母親節變調 徐巧鑫自責沒保護好媽媽 民眾部分昼夜參觀拍攝他家 徐巧鑫指有一位是粉磚經營者 和他有官司下院報復 至於怎麼會知道他住哪 因為網紅四超貓 質疑三年前購的中古屋 是未精華成毒根案 私有若無PO出他家地址 警方只好加強附近巡邏盤差 現在不只住家被騷擾 還有人刻意破壞選區勘擺 自己的爭議案連燒好幾天 但影響到家人踩到他底線 那不管是攻擊我的布條 我的親人 或者是我的所有的一舉移動的一切 我覺得我是民意代表 那我也必須要經得起大家的檢驗 下週即將正面對決 外交部長吳釗燮 徐巧鑫看來老神在在 那這所有的攻擊只會轉換成我 在問政上面最更堅強的力道 今天跑去松山番局報案說 有人跟騷他 可是如果根據跟騷法的話 可能告不成 因為要有性相關聯 就是說有人想追我 或是追求巧鑫 然後一直去跟騷 好像才能夠成立這件事情 不過他為什麼會去大動作提告 因為他的媽媽很痛苦 為什麼 因為他的媽媽跑去巧鑫他家 他們兩個住很近 這個徐巧鑫的媽媽是獨居 那巧鑫自己也講過 為什麼他會買在那個地方 就是跟他的媽媽住很近 所以媽媽可以常常來幫他餵貓 兩家人也可以互相的幫忙 互相的照應 他說有一天媽媽去家裡面 來幫他餵貓的時候 從窗戶往外看 有一名男子大概就在這裡 我們把他臉貼住 在那邊東拍西拍 拿手機在東拍西拍 媽媽就有一點按捺不住 因為可能連日來壓力很大 就跟這個男子對罵 吵架 就是吳釗燮說的吵架王 就吵架 吵架完了之後 回來跟巧鑫說 對不起 我知道我不應該理他 可是我太痛苦了 這是徐媽媽講的 我太痛苦了 對不起 巧鑫也覺得說 今天是母親節 讓媽媽這麼痛苦 真的有點不孝 來 請到晚會 我想今天是母親節 這樣子的一個討論 其實回來講 如果今天是 一般其實大家都不太希望 媽媽不太希望女兒從政 其實女生從政 本來就已經滿辛苦 我覺得這段時間 對巧鑫來說 那個整個的這個 不要講耕燒 就是說這整個事件的發展 或者是說友台的一些討論 我覺得都已經超過了 這個事情的原貌 到現在我覺得我都看不到 賴准總統的這個內閣裡面 到底是哪一個政委 有決心要來打炸 我覺得這個都已經是 本末倒置了 然後把它變成戲劇化 然後每天追著巧鑫 然後讓他再產生更多 新的一個新聞 回來講 我比較想講一下武昭謝 我真的覺得他不是離譜而已 他表現出的那個霸氣 所以我想問是誰給他 這樣的一個底氣跟硬氣 就是說他是這八年來 斷交最多的一個外交部長 在他最後要轉任國安會的時候 他竟然還可以這樣肆無忌憚 就算他是在Trade 這個同溫層裡面 我都覺得這不是只有失格而已 都不應該 那到底是誰讓他 有這樣的一個底氣 硬氣可以在這個時候 要離開現在這個外交部長 這個職務的時候 又繼續用這樣的態度來面對 這個國人 我覺得這實在太開玩笑了 老師怎麼看 這個武昭謝的表現 得到兩個啟示 第一 館長 我希望 因為你比武昭謝更厲害 他這樣做個外交部長 你肯定這樣做得比較好 館長 Fighting 第二 九品芝麻關的包龍星 也可以做你的典範 所以武昭謝 武部長 現在要轉任秘書長 麻煩你把周星馳的 九品芝麻關的包龍圖 一個人把包龍星 面對所有的人 口弱玄耳的人 也多學一點 他潛之用字跟你不太一樣 你要講的是臨別正言 不是臨別正言 差很多 加油 吳釗聖有燒 謝謝再聯絡 來 宏廷怎麼看 我覺得坦白講 談吳釗謝這個人 我覺得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反而應該談的是他的位置 也就是說他身為外交部部長 跟未來的國安會可能的秘書長 他的個性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危險 因為我們的國家 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通常外交部長都是鴿派 國安部長才是鷹派 或是參謀總長這些 軍系的才是鷹派 外交的通常都是鴿派 如果說外交的變成鷹派的時候 然後國防部的系統 也都是鷹派的時候 坦白講 面對未來可能發生衝突的這幾年 我看到賴總統的整個長這個樣子 你會不會覺得降對應的危險 所以我覺得除了對他個人 做這種事情的一個 所謂的不認同以外 我更看重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現在所用的同溫層 都是鷹派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給的國際上面 一個很訊號就是 現在他所接任的這些團隊 全都是鷹派 鷹派就像剛剛老師所提到 那就真的是巴爾幹話了 那真的就是很危險 所以大家在做這些過程當中的時候 你要友邦怎麼看我們 或者你要想要幫忙 我們的國際友人怎麼看我們 他們也會覺得說 因為他們都是屬於 個性比較強烈 情緒上面比較激動的人 我們是不是要稍微收斂一點 不要去推破住 這個時候你無形之動 你反而損失了很多外界 對你的這樣的一個支持 所以我覺得 與其看他的人 在這個地方 去做這樣的一個事情的時候 不如就是看說 你在這個位置上 你應該展現的是節制 而不是你應該展現什麼吵架 對不對 吵架吵贏又怎樣 外交要贏 不一定是贏在吵架 未必是贏在口舌 而是贏在實質 所以在這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 就說這完全展現了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 我們現在的整個政府跟政體 處在一個比較 所謂幼稚不成熟 或情緒化的那一段 是 吳昭謝幾歲了 他60幾歲了 他怎麼還可以這麼幼稚 我非常的驚訝 我只想跟部長說 部長長大了吧 你60多歲了 進一下廣告 好 媒體報導在520之前 小英總統可能會特赦 前總統陳水扁 這個事情其實在政治上面 又有一些效應 我們看到陳水扁 前總統他自己的回應是說 政治案件 政治解決 顯然他不認為他犯了罰 那他低調上節目 他的兒子陳志忠也發文說 能不能夠趕快還給我媽媽 吳淑貞公道 當時吳淑貞 有一些也是案子 可是他也被定驗了 可是因為吳淑貞的身體不好 所以他其實算是 就是沒有服刑的一個狀況 而另外陳水扁 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面 有24字來回應特赦案 他說 我們的事 自己管 不用別人來操還 什麼意思 我們的事 我們台灣的命 為他來打拼 其實等一下 請老師幫我們解讀一下 我也搞不懂他在說什麼 另外 第一時間 對於他自己的特赦案 有網友湧進他的推特 湧進他的臉書去問他 他是說毫無所惜 我不知道 總統沒跟我講 相關人也沒有告訴我 來 先請教老師怎麼看 我先給大家看一個畫面 這是2016年普警惠 他因為閨蜜案 被判了25年徒刑 他貪污都沒有阿扁多 阿扁現在是三成定格的貪污案 這是韓國 其他像以前的幾位 他們的總統 有跳樓 有跳牙的 另一個別人 我就光最近的普警惠 這是韓國 所以他們對政治的要求 顯然比台灣高 阿扁當然是透過 移轉焦點的方式 就如同他當年被洪秀柱 在2008年8月14號 當初人在揭蔽的時候 一直找不到關鍵那一刻 而洪秀柱找到關鍵一幕 嚴格說起來 阿扁被判定驗的兩個 最主要的一個是瑞士的洗錢案 第二個是龍騰哥 都在這個地方發生 2008年8月14號的時候 李彥球 李姐跟韜哥 正在美國 所以當時是有另外一位代班 所有來賓拿到資料 每個人都一份填印 但是他們只拿到附件 但是後來報紙登出來 他有公文 公文是洩密 但附件因為沒有附任何東西 所以沒人知道 洪秀當年開的記者會是這樣 你現在可以看到他的標題是 洗蟲天降 錢從哪來 這是高手幫他寫的 他開了記者會 他在早上開的記者會 下午就跟曾永泉帶團到越南去 所以洪秀柱沒有再多回答 阿扁因為不知道 洪秀柱有多少資料 所以下午就說道歉 他是建國基金 都是吳如針幫他存進去的 因為這樣而有大的突破 認罪從那裡真正開始 所以這個棚跟這個地方 其實是台灣揭蔽很重要的地方 但問題是阿扁這幾年來 到目前為止 大家對他公安怎麼樣 他一直要用轉移架的時候 他沒有罪 他是為了台灣好 但問題是貪污這件事情 是經過法院三級三成認定的 怎麼逃都逃不掉 當然講洪秀柱 我要特別講一下 就根據法務部的檢舉 貪污獎金辦法 他到目前為止沒有去領錢 15年以上可以領到1000萬 洪委員可能錢很多沒有去領 他還可以去要 但如果現在判無罪 或者是不必關的話 這個錢會不會有 但反正無所謂 他沒有去領 第二個就是 只有免刑 免刑 免刑他有罪 他還是有錢可以去領 但是洪委員拜託去領一下 來捐給大家 或捐給慈善機關 多好 但你一直沒有做 第二個是 阿扁從關進去到後來出來 精神抖手 現在又不抖 快又抖了 大家覺得說 至少如果要特赦 或者大赦也都沒關係 法律有普遍適用的原則 法律的問題 法律解決 政治的問題 政治解決 如果以阿扁作為標準 貪污犯 就可以用大赦的方式處理的話 在關在就義裡面 幾千位公務員員 有貪1000的 有2萬的 有3000的 那個判5年10年的 是不是一樣的 全部都一去的大赦天下 第二是 阿扁公務這幾年 保外就醫 保外就醫 根據法務部的規定 是要有精神浩弱 沒有自主能力 沒有行為能力等等 以阿扁的標準來說 他很明顯的 他可以站台 可以演講 可以出書 可以組織節目 以他標準來幫助 現在在監獄裡面的受刑人 統統一體適用的話 我覺得未嘗不是一個好事 至於蔡英文是不是幫賴慶德 拆蛋 那已經是歷史 歷史未來會有一篇的篇章 可是我倒覺得 喜從天上前從哪來 這已經變成一個歷史上的 已經不是公案 它是一個事實俱在的 而這些事情 在國際上有流傳 到目前為大家看 台灣在全世界 不論是艾德蒙組織 或者是國際青年度組織當中 如果退步的話 這當然因為是這個原因 民進黨過去經常標榜的 青年行政愛鄉土 第一個 term就是青年 請問這事跟青年 有什麼關係 所以他如果這一次 用大實的方式 我個人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是不是用他的標準 對目前在監獄當中的受刑人 跟貪污有關的 第二個 那麼保外就義的方式 也能讓一體適用的話 其實未嘗不是一件 在小中求戴一件好事 根據TPBS的最新民調 對於陳水扁被特赦這件事情 我們一般民眾到底是贊成還是不贊成 有48 大概48%的民眾是不贊成的 可是如果我們仔細來看 民進黨的支持者 有51%是贊成讓陳水扁總統 前總統來特赦的 另外有一些貶迷 當然他的支持 還是很多人支持他 支持他的貶迷說 特赦之後 希望陳水扁出來再選總統 陳水扁有親回 在他的社交媒體上面 底下說永遠不會 他對於再選總統這件事情 他回應了 另外我們看到 包括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許宇貞 他就講說 陳水扁還有四大案代審 因為大家知道陳水扁有十個案子 其中四案是定驗了 已經判刑了 就是他現在所謂保外就醫 是被確認是有四案 另外有兩案是庭審 另外還有四大案是代審 怎麼選 不可能嗎 不過你可以看出 剛剛的民調當中 過去大家提到 要不要特赦陳水扁 要特赦的反對的 大概高達七成多 你看現在已經降到五成以下了 所以表示這個大家 我不曉得大家選民的心態 到底怎麼樣來想 或許就認為說他已經是 保外就已經三十八次了 他有沒有去就醫已經 他有沒有在關回 已經不是個重要 或許大家認為他貪污的錢 那你民進黨的前瞻計劃 民進黨的這個所謂的疫苗 他的錢會比陳水扁還要少嗎 相對而言 這算是一個比較大的事情嗎 所以你會發現這件事情 就是慢慢的淡忘在 很多選民的心目當中 所以你看他就會選在 這樣的一個時機點 而且我必須要說 特赦本來就是總統憲法上 所賦予的一個權力 只是你做這樣的特赦 對你這個總統本身 他後面所代表的意義 到底是如何 不用國民黨來罵 光是民進黨 林左水說 當初陳水扁 因為貪污的案件 把民進黨 簡直拖下一個萬劫不負的道理 他也沒有講過一句道歉的話 為什麼民進黨執政的總統 要對他做這樣的事情 那由於我一天到 把我們民調都做得很低的 他也站出來認為 這個東西對這個大家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廉價 所以連民進黨本身 內部裡面都有很多的一個聲音 再加上這個民調 所以我認為 可能這個特赦的機率是蠻高的 只是民進黨要承擔的風險 是已經不演了嗎 雖然你說這個 從過去七八成到現在剩下四五成 但畢竟大家對於一個貪污犯 他能夠做的這樣的一個事情來說 對台灣整個的政治史上 對於國際的一個聲望來說 包括現在我們很多的洗錢 包括我們現在如果卸任的話 我們要被查的這樣子的 一個所謂的政府的 特別是你要去匯美金 天啊你要花你一個多小時 那都是因為拜陳水扁之四好不好 整個我們這個 國外的一個丈夫等等之類 都要被徹底的來查棄 所以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 不是只有陳水扁要不要特赦 對整個中華民國的民主史上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民進黨真的膽敢 因為透過特赦 今天要給還他一個 所謂你們認為的公道 而讓台灣的民主來蒙城嗎 你真的要思考清楚 沒錯其實我們過去TPBS 我們長期做了民調 關於陳水扁該不該被特赦這件事情 過去大概十多年前吧 或者是幾年前 大概都六成七成 就是不贊成他被特赦 可是現在其實只有48%的人 是反對的 表示很多人都覺得說隨便 有沒有特赦 已經無關緊要的 我們來看國民黨 台南市議員蔡玉輝 她好像也做過主委 她表態支持 因為她是台南的 所以她表態支持政治和解 而認為 藍營的支持者 已經無心看阿扁出面道歉 認錯 她覺得道歉 即使她道歉也是假裝的 所以蔡玉輝是說 希望阿扁 你直接把錢還回來 比較實際 不是說還有海角七億嗎 你錢還回來比較實際 你道不道歉 其實也無關緊要 要不要關回去也隨便了 另外林濁水是講什麼 她說陳水扁有害到民進黨 講的是當年 把國會的席次減辦這件事情 她認為現在害到了民進黨 因為她覺得 民進黨的整體的支持率 是比較高的 可是為什麼席次變少 因為陳水扁當時修法害的 而另外游盈龍是認為 蔡英文為德不足 充滿算計 她認為你要是特赦 特赦到底 怎麼會只有免刑 她的罪還在 這個是游盈龍的講法 來 請教 我覺得剛剛當智恩委員 其實完全沒錯 這就是總統的職權 這總統本來就可以特赦 這是憲法賦予她的權益 但是我個人也必須說 這件事情確實在民進黨黨內 也是會引起部分的爭議 所以這問題 真的是要非常謹慎的注意 包括自己在內 我過去兩天都有接到 職責的電話是反對這個概念 而且他們是勝率的 當然也有職責打勾 說他們是贊成的 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說 這個要做或不該做 只是說要做的話 這個相關的政治效益 跟後續的一些溝通跟處理 我覺得非常謹慎的來處理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我覺得 畢竟我們是相信司法 我們是信任司法 我們也認為說 司法既然是有判決 那我們也接受這個 司法的一個判決 我想這個應該法治國家的 最基本的一個底線 所以至於說如果特色 是不是當事人還是要認罪這個部分 這個可能也是 接下來一個重大的考題 因為目前為止 確實我們並沒有看到 陳前總統 針對這個過去的罪名 他有過多的一些發言等等 所以我只是說 當然這個 最後總統會不會去做 我也沒有特別的資訊 或管道去了解 但是如果這件事情 要進行的話 我覺得跟自己支持者也好 跟社會大眾的溝通 都非常重要 要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是為了團結我們社會 讓社會和解 讓我們可以把過去的政治事件 歸類在過去往前走 我覺得這些溝通的程序 是不能少的 好 我們接下來廣告 好 主季處公布了我們今年第一季 受僱員工的薪資以及人數 我們的這個員工 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平均 現在是46030元 看起來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25% 可是觀眾朋友你要注意 通膨它的這個數字是更大的 所以我們的這個加一加減一減 我們的經常性薪資是年減0.09% 也就是說我們得到的薪水的增長 完全被通膨給吃掉了 變相的減薪 來看看 通膨影響物價上漲很多東西 像是這種早餐店或是餐飲業 就已經漲價了 不過現在很多民眾又說薪資倒退 因此現在這個錢 真的是越花越兇了 傳統豆漿店 不管宵夜或早餐都能吃 以往不少民眾都覺得少個大碗 但現在一籠小籠包要超過100元 餃子類一盤也要110元 鍋貼一顆變成12塊錢 想花小錢吃飽越來越難 十一住行通通都是有感的貴 而主計總處也發布了最新的數據 今年一到三月 全體受購員工的經常性薪資 平均是46030元 其實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2% 但是扣除通膨因素的實質經常性薪資 平均卻是43099元 年減0.09% 已經連續三年呈現負成長 顯示通膨對民眾影響還是很嚴重 企業調新的幅度有限 等於說這個調新的幅度被通膨吃掉了 所以失資是倒退的 隨著這種一般出口導向的產業的回溫 再加上通膨獲得控制 這種倒退情況應該是可以搞一段落的 不過大部分的民眾還是覺得民生物價太高 薪資太少 該如何解決恐怕還是未來政府跟企業面臨的難題之一 好 不管怎麼加薪都抵擋不了通膨 我們的國民的首季實質經常性薪資4.3萬 看起來好像不少 可是是連續三年的負成長 更加可憐的是很多人根本拿不到4萬3 一個月4萬3 我們這個棚內好多人都拿不到 我真的必須這樣講 你看這位年輕人 他在Dcard上面寫了一篇文章 他說他去應徵 然後他的期望薪資是32K 就是3萬2 很可憐 大學畢業3萬2 可是後來在領錢的時候 他只拿到2萬9 他覺得很奇怪說 這樣是可以的嗎 其他的網友告訴他說很正常 為什麼 因為3萬2是包含勞健保全勤獎金 還有其他有的沒有的獎金打包在一起才有3萬2 如果你沒有全勤獎金 或扣掉這些東西 沒有拿到某一些獎金的話 你拿2萬9是很正常的 你想一想一個年輕人在台北市 2萬9 便當可能一餐都吃不到80塊 我覺得現在的這個低薪 對年輕人來講其實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拜託好不好 主計處 你不要一天到晚再公布這一些假的數據 所謂假的數據就是 你把那個很高薪的 跟很低薪的全部平均在一起 那個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中位數才有意義 所以當他一直公布說4萬多 4萬多 其實很多 台灣其實很多 還是領3萬塊薪水 包括服務業非常多 所以這個昨天我還遇到一群朋友 他說為什麼我們主計初天到晚 公布這一些數據 在1月份才公布更誇張 他把那個年終獎金分紅的什麼都加進來 然後大家薪水都好高 他想說奇怪了 是我在拉逼大家的這個平均數嗎 所以不要這樣掩耳盜鈴 真正的情況是我們現在 我們的通膨真的太高了 所以那個實質的數據已經告訴大家 你的通膨都吃掉大家的薪資了 所以我們的薪資不但沒有成長 而且還是倒退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勞動條件跟環境 台灣現在我們在世界各國比較起來 我們的整個總工時是全世界第六名 我們比日本跟韓國工時還要高 這個是不光彩的事情 就是我們是過勞之道 但是在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的勞動部 並沒有有太多的改善的方案出來 我們現在大家都不是很羨慕 有些國家已經開始實施什麼 可以週休三日 我們台灣在實施什麼呢 一例一休 還在繼續一例一休 所以這個就是台灣 我們一直沒有辦法往這個 勞動的權益繼續前進的地方 那我們新的勞動部部長 這個是不曉得未來會不會變 自動部部長 過去號稱他其實有參與這個勞運 但是在一例一休的時候 是完全完全是站在資方的考量 而且他還會去罵這個 他們同黨的委員說 你夠了沒話太多了 就是不准再幫勞工再講話了 所以我只能說 未來的這個整個台灣的勞動環境 真的是新的勞動部部長 拜託你真的要幫勞工想想辦法 我們現在如果持續這個樣子下去的話 很多年輕人 他在這個六度的都會地區 他真的很難升職 晚輝 我想這個年輕人過了辛苦 大家都知道 這個房價一直漲 剛剛玉銘講到這個主計處 它不是 它是叫做Magic 就是他們很會 它才是魔法部 對 魔法部 把這個數字用他們的方式來做表達 我回去看了一下 今年5月1號的公運團體上街頭 大家還知道 他們的這個訴求裡面 當然包括很多樣 包含加班的這個級數 已經很久沒有去做調整了 有非常多項的這個訴求 但是在他們的行動劇裡面 他是演出了三個人 他說這三個人 可能是未來我們在勞工界 要特別注意的三位 會影響我們的權益的三位 一個當然是賴準總統 一個是柯建民 他們戴面具 另外就是勞動部長何佩山這樣子 所以我想 雖然佩山自己跟我說 他是接這個部長是戒慎恐懼 但是我想他要把大家的這個 需求放在心上 我回去看了一下賴清德 5月1號的這個發文 他說民進黨 一直跟勞工朋友站在一起 我就印象中 我們第九屆最後 要做這個年金改革委員會 他是一直擋一直擋 連那個讓我們成立 都不讓我們成立 那這個虧損裡面 到底要怎麼樣來處理 到現在 我們的賴準總統說 他會撥補 他會撥補到 我們這個勞保基金裡面去 這一篇文 大家一定要好好把它記錄下來 我們又看看 我們的賴準總統 在上任之後 是不是真的有 1號5月1號寫下 這個長文來做執行 因為他目前 所放出來的風向裡面 並沒有看到他要談這一塊 老師 別的國家勞工是能者多勞 台灣的勞工能者過勞 你說過勞就算了 你看我們只比南韓 這個3萬2對3萬2 可是我們公市比別人多 新加坡現在全世界 大概就是比台灣的公市高 新加坡每一年的平均公市 大概是2293 2293 台灣是2008 可是台灣的人均只有3萬2 新加坡是8萬2美金 如果讓我們的勞工過勞就算了 但至少我的算的意思就是 你相對有給他相對的資金 你現在資方錢也不拿出來 因為你不做有別人做 所以大學生畢業出去 不容易找到工作 政府一直用口號的方式 去催眠勞工其實不太應該 他曾經是蔡總統心中 最軟的這塊肉 但是你們試著剪軟的捏 所以我覺得賴準總統上台之後 我希望能夠有所改變 不然我們勞工真的 永遠都是能者過勞 我覺得很難 因為賴總統 他對於這個低薪問題 所有的總統候選人 都已經提到過 但是他所提出來的解放 是完全沒有解放 而且包括對於勞保 我們快要即將要破產 他還要撥補什麼200億 1.3連塞牙縫都沒有辦法 所以你等著再成了118年的時候 恐怕這個勞保的破產 可能就破在每一階 而且最重要的緣故就是 大家的加班的問題 是完全沒有辦法得到一個解決的 你知道嗎 目前來說的話 還有包括現在我們都用LINE 很多人就要跟我們 辦公室罵 說如果說我老闆 在我下班之後 用LINE來給我 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需要 我如果不回應的話 第二天被老闆罵 甚至被他來扣心的話 這要用什麼樣的程序來去檢查 完蛋了 我在想 我現在倒閉 有沒有 沒有LINE 沒有LINE 所以這個法規上的不明確 還有讓非常多人精神跟壓力 還有包括自己在薪資上 我覺得這都是要面臨一個 很大的問題 其實疫情之後造成的Ignation 其實分配才是一個重點 說老實話 你說大部分的勞工 其實台灣有一半的勞工 是不用繳稅 但是我覺得這個稅率 應該還是要讓它再降低 去降低它的負擔 但是針對所謂的資本利得 其實應該要增加 我倒認為現階段 有幾個部分應該要處理的 比如說包括當充降稅 當充降稅某種程度上 過去是為了增加交易量 現在反而變成鼓勵投機 因為交易量已經30%